迪士尼那么多的王子 都不如这只狐狸 因为他不仅又皮又帅 撩妹能力更是炉火纯青 尼克 胡尼克 你被捕了 为什么 伤了你的小心脏 为了破案 朱迪在唯一的资料上 利用报警官的饮料屏 发现了爪爪冰棍 他便再次找到了尼克 可他根本不想搭理朱迪 朱迪只好瞒住他 事关重大先生 我想你能晚一点 再去赚那块八毛的冰棍钱 我每天能赚两百块 小兔子 我从十二岁开始 每年三百六十五天 时间就是金钱 快闪开 气氛之下 朱迪锁住了他的婴儿车 并以偷税漏税的罪名 就要逮捕他 按照尼克所说 他已经挣了一百四十六万 可缴纳的税款却是零蛋 尼克本想抵赖 下一秒 我每天能赚两百块小兔子 从我十二岁开始 每年三百六十五天 眼看铁证如山 尼克呆住了 他居然把你给玩了 你现在是警察了 你会需要这个的 祝你们合作愉快 尼克一声叹息 带着朱迪来到了一家俱乐部 里面景象颠覆了他的三观 这里的动物都喜欢不穿衣服 美其名曰解放天性 在大象南极的帮助下 朱迪知道了 谁塔上了一辆汽车 他顺便记下了车牌号 可朱迪没有全线 进入警局系统 无奈之下 尼克只好带他 寻求朋友的帮助 一个名叫闪电的家伙 太好了 我们得争分夺秒 时间非常的宝贵 等等 怎么都是 树懒 两人来到闪电面前 闪电闪电好久不见 得到的却是 慢放一万倍的问候 终于 在他的帮助下 朱迪顺利地查到了线索 谁塔是被冰川镇的豪车带走了 快点 我们要赶在晚高峰前 这么晚啊 当朱迪两人来到时 这里已经锁门下班 尼克顺势要求回家 不料 朱迪直接扔出了录音笔 他不得不跟着继续调查 很快 两人就发现了那辆豪车 朱迪还发现了北极熊的毛发 尼克通过窗户 看到了后排的抓痕 两人爬进去后 朱迪找到了水塔的身份证 就在这时 尼克想到了车主的身份 不由分说地拉着朱迪离开 可以转头 两只北极熊 正虎视眈眈的盯着他 他们直接被带走 前去面见大先生 你做了什么事 让大先生这么生气 原来 尼克曾经卖给他一条 名贵的羊毛地毯 可原料其实是臭幼的屁股 你也真够缺德的 不久 一只巨大的北极熊出现 两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然而他并不是大先生 随后 北极熊摊开手掌 转过精巧的老板椅 这只老鼠才是真正的大先生 可朱迪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所以你要是恐吓我请随意 但我在查明事实真相之前 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我只有一个要求了 你来替我向奶奶问好吧 罢了他们 眼看两人就要隐恨西北 大先生的女儿冲了过来 他一眼就认出了救命恩人 大先生恩怨分明 决定帮助朱迪 原来水塔是他家的花匠 那天在上班的路上 发生了意外 水塔像是疯了一般 袭击了豪车的司机 随后消失不见 两人跟着线索 来到了雨林区 找到了大先生的司机 根据他的描述 水塔像是一头野兽 他四脚朝地 狠狠地袭击了他 还无情地抓伤了他的右眼 紧接着就消失在了丛林之中 口中还不停地喊着午夜嚎叫 就在两人要进屋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司机竟也四脚朝地 开始变得凶狠无敌 失去理智般地 向着两人发起了攻击